这个流星纸杯蛋糕系里我们做了四年 非常的稳定 而且有出很多的口味 每一款都是收集大家反馈意见之后才保留下来的 你还记得之前分享给你的焦糖酱教程吗 就是为这个做基础的 来焦糖流星蛋糕 绝大部分人没有吃过这个口味 真的是吃一口就能让你记住这个蛋糕 教程依旧很详细 新手朋友呢也不用担心学不会 我们来边做边聊 先准备焦糖卡士达酱 上次有粉丝反馈说卡士达酱的部分太多了 用不完 这次我们又把配方给改小了一点 两个蛋黄大约是38克 加入22克西炸糖15克玉米淀粉 没有玉米淀粉的就改成低粉吧 搅拌均匀后加入160克牛奶 过筛一次上锅 这个份量你就全程中小火熬煮即可 有些同学不会看看卡士达酱的状态 你一直搅拌 等到它面糊出现疙瘩 把火调成最小 还是迟迟搅拌 然后面糊的状态会越来越顺滑 这个时候马上关火 加入焦糖酱48克 焦糖酱你放置冰箱冷藏 它是会变硬的 没有流动性 但也不是那种勺子完全挖不动的状态啊 使用之前你可以隔热水软化一下 它就变得非常顺滑了 拌匀之后我们再开最小火 给这个淀粉彻底糊化 然后你就能得到一份非常顺滑的焦糖卡士达酱 这个味道已经很香了 焦糖的香味扑鼻按来 你想想你再用这个卡士达酱去做调味奶油 还不把人给相迷糊了对吧 贴面盖好保鲜膜 冷却后冷藏备用 这个时候来做焦糖蛋糕的部分 玉米油36克 牛奶45克 焦糖酱24克 这个油的部分不一定非要用玉米油啊 你用没有味道的油即可 搅拌乳化至没有油花的状态 冬天室温太低 焦糖酱它非常容易凝固 你也可以隔温水搅拌 过筛48克低筋面粉和3克可可粉 这个可可粉的加入一个是可以给蛋糕增香 还能让蛋糕它的颜色更深 当然如果没有的话就改成低粉吧 这个可可粉你也不能加太多 加太多呢会容易导致蛋糕消泡 因为可可类的蛋糕 其实你用烫面法去操作会更好 当然我也有可可味流行纸杯蛋糕的教程 你喜欢吃巧克力味的 可以去翻看一下这个系列 大致拌匀后加入蛋糕58克 我对你拌匀的手法没什么要求 你只需要确保拌好的蛋糕糊是流畅的低落状 如果说面糊状态偏干 可以加少许的牛奶进行调节的 105克蛋清理加入54克西茶糖 重点啊 蛋清的打发很重要 千万别打太软了 你先用打蛋器高速放心去打 打到蛋白霜表面出现了纹路就转中速 等待蛋白霜表面纹路能堆叠起来 就转低速整理蛋白霜 不要一直用高速去打 蛋白霜最后的状态是提起打蛋头 逆挺的肌尾状 碗里也是这个状态 你如果不确定这个状态 可以多转动几圈去查看的 取一部分先用蛋黄糊拌匀 再全部倒回蛋白霜里 用蛋抽先快速拌几圈 也就是拌几圈啊 不要一直去拌 再用刮刀抄底切拌 把碗底一些没拌匀的蛋白霜 给它拌匀了 最后拌好的蛋黄糊是能 最后拌好的蛋糕糊是能堆叠起来的 借助裱花袋 这样呢面糊就不会滴落的到处都是 挤入模具 这个模具是马芬蛋糕的模具 你只需要挤入7分满即可 不需要挤太多 挤太多的对比我在最早几期的咖啡流行纸杯蛋糕里面就已经做过了 震一下表面的气泡 送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 今天用的是艾瑞斯一五烤箱 上下火模式 150度烘烤20分钟后转130度烘烤40分钟 像这种密封性好的烤箱 建议你是卡一下门缝 然后它蛋糕的烘烤效果会更好 出炉之后震一下模具 让它散一下热 然后脱模 蛋糕冷却后呢 我们就把中间给它掏空 方便挤入奶油 建议你是给它中间掏大一点 挤入更多的奶油 蛋糕口感就会更好 100克淡奶油 加入8克鸡胶糖 进行打发 打发至浓稠的状态 再加入100克胶糖卡士达酱 如果你喜欢流心效果更明显一点 就只要打到7分发 但是你还是需要留一部分奶油稍微打硬一点 用来挤表面的小啾啾 我一般是选择打硬一点 放置常温下 这个奶油它很快就会变成流心的效果了 这款奶油的甜度是刚刚好的 微甜 绝对不偏甜 而且焦糖的风味非常突出 其实我建议你电瘦的话 你可以稍微做甜一点 这样顾客会更有劲一点 家庭制作的话 这个糖量应该是正好的 这次使用的是三个鸡蛋 这个配方如果你正常操作 不烧泡的情况下 最低是可以做9个左右的量 如果说你操作的好 还能做更多 所以说这个蛋糕啊 它还是看你个人操作 当然想要成功 不断的练习是占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然后上一次是有粉丝问怎么打包 我又给忘记录进来了 太尴尬了 录完之后才想起来 这你就说一下吧 我一般使用纸杯蛋糕打包盒 六连或者是暗连都可以 这种蛋糕都是组合卖的 你也可以多做一点 做一个口味的调配 方便搭配 点击我的头像 主要有很多实用的烘焙教程 等待你打卡哦